字幕提供 可以啊 超过我的大坡 但我觉得这只应该有十公斤 哇 尾头刀魚柳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罗平 我现在在南方奥渔港 今天呢 我要来带大家介绍 有一种有点恐怖 可是它又超级美味的 一種海鮮 聽說它是我們台灣海域 捕獲量前世大的一種魚種 它的名字就叫做鬼頭刀 一口放開吃 來來來 可以吃一口 這個拿給你吃一下 哦 我跟你講這個很棒耶 這個看電視啊 配茶下酒 你知道嗎 它不是只有只是餅乾而已 它裡面的那個魚鬆的味道 好濃哦 它那個餅乾的夾成裡面 都是滿滿的那種魚鬆的味道 它非常美味 所以我想要請教一下陳大哥 它什麼時候很中時的 鬼頭刀的產季大概是四到六月 啊就秋 秋人家說秋後 秋虎就是大概我們十月到十二月 啊這是最肥美的時候 所以現在是很中時的 這這年都很中時 哎呦 剛剛好哦 所以像我們鬼頭刀 在大概我們台灣的 每年的這個產量 大概在兩三千噸左右 兩三千噸 那算很多耶 哇沒想到鬼頭刀的產量這麼大 聽總幹事說 除了蘇澳這裡盛產鬼頭刀之外 其他地方還有像屏東的東港 台東新港 也都是鬼頭刀很重要的產地唷 超級多的 這隻是我目前看到最大隻最肥的 所以幾乎每一隻都比我的腿還要長 有夠大 我來帶大家看一下那個鬼頭刀 是用那個延伸釣的釣法 聽說就在它後面 帶大家去看一下 鬼頭刀忘記時 漁傳門以延伸釣的方式來釣鬼頭刀 一個鉤就是一尾魚 聽漁民說 放置魚鉤的時候 每桶需要花20分鐘 得趕在天亮前弄完 因為那個時候 剛好是鬼頭刀密室的時候 你看像這樣子一個鉤子對不對 它專門釣鬼頭刀 其實釣到其他魚種的機率 它的相對的機率就會降低很多 那延伸釣法 它是不是對我們海洋 比較友善的釣法 它是友善的魚技法 魚技種類 人家說怨者善告 不怨者鬼頭 那怎麼樣去知道說 它沒有什麼認證 說證明它是友善魚法的 一個鬼頭刀 像最近我們中央現在也在推廣 我們的海洋之星的認證 這海洋之星的認證 就是剛才主持人所講的 我們友善的一個處理 然後在友善當中 一定要教育我們的 我們的魚船船長 包括我們的一些的 捕撈的模式 跟一個友善的處理 最重要的最近來 我們漁業署在補打 新港FIP的新港鬼頭刀協會 這個協會當中 就是要補打我們整個的漁民 我們的漁捞日記 我們整個的漁捞作業的情況 都要記載得非常的清楚 在台灣東部沿淨海回遊的鬼頭刀 補握後都集中送至南方澳加工廠製成產品 在蘇澳這裡 每年約有900噸的產量 由於肉厚刺少 由九成出口到美國 許多的西餐廳使用的魚排 就是用台灣的鬼頭刀喔 來到蘇澳區漁會的加工廠 我們可以看到切割區 冷凍室 和包裝區等不同作業區域 經過層層的加工程序 鮮美的鬼頭刀最後抵達成品區 就能將這份美味 送達到消費者的手中喔 鬼頭刀我就要送到成品區 然後就可以到市場囉 我們的消費者就可以享用到 這個非常新鮮的鬼頭刀喔 這是公的 這是母的 公的就是圓中帶一點點方方的角度 母的頭它比較圓滑一點點 你看這鬼頭刀 比我的手還要長耶 鬼頭刀實在是太厲害了 除了出口外 我們也能在國內市場裡買得到喔 網路搜尋 買魚去 或是來這裡的魚肺市場 都有販售喔 希望我們這幾個產品啊 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同 希望多多來享用我們的鬼頭刀 我們的鬼頭刀 總之最健康 感謝你 我們在一起 下次再見 對 我們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